继续讲六道之一的天道,六欲天 最接近人类的天人就是六欲天 在六欲天的天人属于欲界 因为他们还有男女之分 有淫欲、情欲、爱欲、食欲、睡眠欲等等的烦恼 六欲天比我们人间优胜很多 只有快乐、无人间的痛苦 但仍然有死亡 凡众生收上品十善业 加上延迟、不杀生的功德 或者一日一夜、持齋戒的功德 死后投生在六欲天 六欲天最低层的是四天皇天 处于衰眉山腰 四天皇就是东慈国天 南增掌天 西港牧天、北多门天 四天皇天寿命九百万年 他们一宙夜是人间五十年的 第二天就是都利天 根据大致道论说 无量劫以前在加涉佛灭后 有一个女人发心修佛塔 后来有三十二个人也发心助修 命中之后 这三十三人就生上都利天为天主 都利天的天人寿命 比四天皇天长 约三千六百万岁 一宙夜为人间一百年 凡人除了广衡、上品十善之外 还加上 严慈、不杀生、不偷渡两戒的功德 或者一日一夜齋戒的功德 孝顺父母、恭敬三保 有忍欲柔和的德行 死后就生都利天 这处福乐比四天皇天更优胜 第三是耶摩天 寿命长一亿四千四百万年 福德更胜于都利天 但是这层天还有淫欲 男女以相抱成任 更上一层天是兜率天 寿命更长五亿七千六百万年 淫欲渐兴 男女以握手为淫 兜率天处于衰微山以上的虚空界 凡人收上品十善 加持八戒功德 就生兜率天 第五是化乐天 寿命约二十三亿年 欲念轻微 男女以相笑为淫 第六天就是他化自在天 寿命九十二亿年 以相视为淫 六欲天的天人 只有快乐 没有人间的痛苦 寿命比人间长很多 以亿万年计算 但是天福享尽之后 还有死亡 死后仍然流转在六道之中 各位 三界之中的欲界 即包括六道轮回的天道 阿修罗道 人道 饿鬼道 畜生道 和地狱道 因为还有淫欲 食欲 睡眠欲 所以叫做欲界